四娘主持人你好 以及网路大家好 还有现场的来宾大家好 王大哥好 其实跟他已经见过很多面 只知道他姓王 不知道他叫王静平 赵柳芝老师的 学生 今天也是要唱赵柳芝的老师的歌 老师的歌曲 当然啊 老师今天带队是不是 没有帮老师打歌回去 罚站 没有啦 我们赵柳芝老师其实蛮亲切的 对不对 因为今天怕回不去说要唱老师的歌 是是 好 但是要传唱老师的歌 一定要好好的唱哦 是啊 不能随便唱 老师直接在台下验收了 是不是 我相信王大哥您在赵老师这边上课上多久 大概两年两三年了 两三年了 两三年至久了 那应该学得不错了啦 还在学习当中 还在继续学习 老师回去打屁股 还在继续学习 还在继续学习 老师回去打屁股 以前都不会唱台语歌哦 以前都唱国语吗 是 其实以前国语也是唱不好啦 你是说以前唱国语是台湾国语 然后唱台语是台语国语 对 因为每次唱台语人家都跟我讲 你还是不要唱台语 你唱你的国语好了 其实学歌就是要先正音 这个基本功 我们海克拉斯出去的老师 都会把你们的基本功先教好 你们就可以把这个 除了正音之外 把这个普唱好之外 其实任何新歌 这个都可以信手拈来 是不是 好 我们今天就来欣赏一下 我们这个也算这个 我们赵柳芝老师的高材生 好 因为他这漏话的 你看比我管得多 不敢不敢 高材生 好 首先 好 今天要带来什么歌 赵柳芝老师的《欢华台中气》 《欢华的台中气》 《欢华的台中气》 这个很具代表性的一首歌曲 对 也是我们老师的主打歌 是 好 来 我们现在马上来欢迎我们 王大哥带来的歌曲 掌声欢迎 谢谢 好 给老师 好 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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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